新劇《暗夜守護者》 這天在深水埗製景拍攝一場高難度氣氛 昌哥李承昌因為角色走投無路而跳樓沉短 不過經驗豐富的昌哥都說腳都震 而在劇中扮演他淚淚的江家敏都說 望老都害怕 心情如何呢 現在要拍這場戲 好緊張 腳都開始震 真的嗎 三十多樓跳 從拍以來都算是最高 當然不是 是呀這個 都不算低 從英以來我跳過五次樓 五次樓 這個就是中庭 之前釣線都是因為安全上釣線 但我沒試過跳下來的 所以我在樓下為你加油 你試一試吧 那你敢試呢 你試一試吧 不行 我為高 如果真的要拍一場這樣的戲 你需要多少輔導呢 我想我應該會瘋狂去玩跳樓機 這天的拍攝除了唱歌 在高處釣威亞之外 還有一連串哭訴生活逼人的民氣 唱歌就說為了這場戲 早就開始準備了 我準備了幾天了 是 知不知道有乖女 知道了 我也很緊張 搞到我 這次在唱歌身上學到些甚麼呢 嘩 很多東西啊 因為我們開了很久的廠了 剛剛拍完 我想說唱歌不用說話 只是眼神和一個動作 已經會嚇勻你了 他一下拍檯 然後就做甚麼 主角展彭和偉哥這天都有份拍攝 展彭還說人大了開始偉高 而偉哥就說到過往親身上陣的經驗了 我現在有點畏高 是啊 不知為甚麼 以前沒那麼害怕 現在有點畏高 以前有多高呢 跳下來的 以前啊 以前 你譬如我坐在IFC那裏 我都有點害怕 但都敢出去 但我想現在不敢了 就是IFC最上那裏 不是有個天台 經常拍戲的 都挺高的那裏 我也不知道多高 我自己都有試過 在這些堂樓的 譬如這裏有冷氣機這個位 跳下 跳下車的頂 一、二樓 是啊 我自己跳 其實本身有看身的 但當一刻我自己看上去 很矮 為甚麼不可以讓我自己做 你一梳講話 很厲害 我真的自己做了 但穿綠那一刻 其實那一下才有些害怕 但幸好還記得 現在還記不記樣 這是二十年前的想法 你看我自己做 所以我相信 是十年前的想法 是十年前的嗎 你好